一飞全清天下 作者 程九 颇奖 糖醋马蹄酥 第106章 算计 邦还是不邦 砰的一声巨响 林初九撞向玉桶 萧天耀连人带桶一起倒在地上 玉桶重重摔倒在地 啪的一声裂开 水洒了一地 萧天耀也倒在地上 林初九 你这个疯子 萧天耀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 赤裸着身子摔倒在地不说 全身水淋淋的 头发上还挂着药草 双腿更像是针扎一般的疼 双拳握得嘎吱作响 萧天耀有想杀人的冲动 啊! 莫玉儿尖叫一声 忙捂住眼背过身 王爷 快 扶王爷起来 曹管家反应过来 第一时间冲了进去 脱下外套 披在萧天耀的身上 与侍卫一起将萧天耀扶了起来 混乱 没有人看到 倒在药汁里的林初九 一动不动 更没有人注意 星红的血从他身下浸出 与药汁混在一起 混合成一种让人看了作呕的颜色 萧王府的人此刻都围着萧天耀 很快就将萧天耀打理干净 却发现萧天耀的神色不对 曹管家大喊 莫神医 你快来 我叫王爷 我叫王爷他怎么了 萧天耀身上透着不正常的红韵 看上去就好像血要爆出来一样 龙婆反噬 王妃这是要王爷的命 莫神医只看一眼就明白了 快将王爷扶回房 我要为他施针 是 是 曹管家忙不迭地推动轮椅 路过林初九身边时 曹管家脚步一顿 王爷 王妃他 管起来 一再挑衅他的忍耐极限 真以为他舍不得动他吗 是 曹管家应了一声 再不敢耽搁 忙推着萧天耀往前走 愤怒的萧天耀没有发现 林初九身下那一滩越来越大的血迹 莫玉儿走在后面 他看到了 可是那又如何 莫玉儿走到林初九身边 用看蚪蚁的眼神看着林初九 漂亮的毛子 闪过一道寒光 随手取下头上的白玉发簪 啪的一声折断 转身往外走 区区区一只白玉发簪就坑到了林初九 这笔买卖怎么算 怎么划算 萧天耀有令 将林初九关起来 侍卫也不敢偏袒 王将林初九拉了起来 只是这一动 侍卫都傻眼了 林初九一身是血 整个人就像是从血泊里拉出来的一样 王妃 王妃没事吧 胆大的侍卫 小心翼翼地伸手放在林初九的鼻子下 见到还有气息 这才松了口气 还有气 王妃这个样子 就算有气 也活不了多久 另一个侍卫眼路担忧 他们平日虽然不吭声 可林初九在萧王府所做的一切 他们都看在眼里 林初九根本不知 他亲手给侍卫们包扎伤口 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萧王府的侍卫 不管有没有受林初九恩情的 心里都记着林初九 如果林初九不是得罪了萧天耀 萧王府的侍卫 一定会无条件支持他 哪怕明知他是错的 也不会摇头 可偏偏 林初九得罪了的是萧天耀 好在萧天耀没有定案 不然侍卫也不敢帮林初九 我们要不要去找吴大夫 胆大的侍卫扶着林初九坐下 看向同伴 这种事王爷不会过问 但前提是 他们两个都不能说出去 不然后果他们承担不起 另一人犹豫了一下 咬牙道 王爷只让我们将王妃关起来 并没有说不能给王妃请大夫 我们先把王妃关起来 再去寻吴大夫 吴大夫要是不肯救 他们也没有办法 就这么办了 林初九身前和脸上全都是血 两个侍卫不知林初九到底伤到了哪里 也不敢乱动 只能先将他带到牢里 等吴大夫来看 吴大夫知晓前因后果后 非常不想管林初九的死活 林初九不知道龙破的重要性 可他知道呀 王妃这是要害死王爷呀 侍卫不懂断医治的后果 吴大夫懂 所以他更不敢动 万一王爷事后追究起来 后果不堪设想呀 王妃说 要狱有毒 这才冒险中断 王妃自己也受了伤 他应该不是有意要害王爷的吧 侍卫问得很小心 他们想问题更简单 过程如何一点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不管王妃出于什么目的 他害了王爷都是事实 你们可是王府的侍卫 负责保护王爷的安全 吴大夫竭力说服侍卫 当然也自借此说服自己 他不想惹事 可是心里又不安 王爷真的会出事 侍卫意恨不安 他们帮林出酒的前提是 萧天耀没有事 龙破反噬 重则身亡 轻则残废 你们说呢 吴大夫反问 侍卫哑口无言 半晌后才乐乐的道 王妃也懂医术 他会阻止 也许是真的是药育有问题 陌生医用的药 都是经过我检查的 室内移应器皿 也全是我萧王府的东西 当然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药育真的有毒 王妃为什么不说出来 她要说出哪位药有问题 王爷怎么可能将它关起来 明显 吴大夫也是不相信林出酒 可却又想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真想要害死王爷 也不至于做得这么粗暴 依王妃的聪明 不至于做出这么美脑的事 那 那我们就不救王妃 让她死 侍卫被吴大夫说得充满自责 深觉得自己对不起王爷 怎么能不救 王妃是我们的主子 也许王妃是为了王爷好 只是受人蒙蔽了 吴大夫一听侍卫放弃 又开始说服侍卫 好吧 吴大夫承认自己不知怎么办才好 救 怕死 不救 心难安 王妃平日里待她不薄 师门绝学 以毫不避讳地交给她 要是不帮的话 她真正是寝食难安 如果王妃因此死了 她这辈子都会良心不安 侍卫被吴大夫说得一愣一愣 完全不知要怎么办才好 相声一眼 急急问道 吴大夫 你就给个准话吧 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我 吴大夫咬了咬牙 重重点头 可是帮字还没有说出来 刘白就飞适地跑了进来 吴大夫 快快 天药有危险 莫神医要你帮忙 说完 也不管吴大夫听有没听清 抓着人就跑了